通色楼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通色楼 今天我们很柴人,阿林sir回来了 我们之前还以为你穿了草 以为你害怕了头狼 我不会,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考试这件事都已经花了很多学生的时间 精神和精力 我教補习那些 最忙是这段日子的 肯定了 那你的学生有什么观感? 对于这份 DSE就有一批 A-level也有一批 那他们 都是说 跟我说的肯定是可以死的 说的都可以死的 对,跟我说 不知道怎么办 很糟糕 譬如通色这样 通色又想不到 做不切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学生 他们比较 比较惯常去跟人说 但可能考出来的情况 可能是OK的 可能集体喜欢报细数 可能是 今天是香港文化 可以这么说的 就这样 虽然我们手上没有那份卷 但根据综合了各方的传媒的报导 我们也看到 大概我们今次的科通识 第一届的中学民同士 通识教育科是如何考 我们先讲一讲卷一 我们先讲一讲 卷一 第一题 全部都是必答题 第一题 要学生 从我统计数字分析 香港未来人口趋势 和引伸出来的社会问题 和要评论是否同意 立法规定年青年人 要供养父母 这一题 其实他问的东西就很正老 就是要学生去根据图表 去 用文字来表达图表里面表达的东西 而且他要做预计 就是他要讨论人口的趋势 这个好像是以往 我们做那么多的试试 都好像没试过 多数都是要他 准备通计资料 图表 但很少可以说他要预计一些 其实这一类的题目 基本上可以分开三个层次 其实每一题 都会这样分开三个层次 譬如卷一来说 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A部分 就是会请你去归纳 又或者是描述卷 或者那份资料里面的一些重点 譬如今次这份卷的资料 就是会有很多数字 其实A就是要去请学生 去描述数字 或者是透过描述的数字 来带出一些趋势 重点 而B就是可能会叫你解释一下 那些数字背后的原因 而第三就是 刚才你所说的预测的部分 通常 这个部分 通常可能是问题里面的C 的部分 其实就是考试局 就是考试局 他去设计这份卷的时候 其实是想一层层去下 第三个部分 就是会问学生的意见 比如说 你认为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又或者好像这一条 就是说 你会怎么去预计 人口的趋势 所以其实预计式的问题 并不是那么罕见 其实都是多见到的 因为它一定要根据 刚才我所说的 在卷益里面就是分开那三个 的类型的问题 明白明白 是的 其实每一题都大概是这样 有些数字性的 或者是一些 资料性的 它可能是数字 也可能是一些人的对话 透过一些人的对话 去找出一些对话的重点 譬如好像再之前的模拟卷 它就是说 可能有一家人 他们就去餐厅吃饭 但是他们自备吃米 我记得 那你就是要描述那张图 A的问题 就会请你去描述那张图 这样 嗯嗯嗯嗯 OK 这样 这个基本上没有题目 我们都知道 除非它 随便作出一些数字 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那个人口趋势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知道的 很明显就是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人口老化 是的 这个已经是常识之一 小孩越来越少 出生率很低 基本上 现在虽然都是正增长 但是 现在这样的趋势 都应该香港人口 可以出现负增长 如果你真的扣了那些 雙飞 是的 和外来移民 基本上香港 他本地的人口增长 基本上是负增长 本地的人口 是的 那里有一个问题 很值得去 我拋一些问题 出来问一下 或者一起去讨论一下 一起去思考一下 其实 香港现在的 出生率低 是 其实就是反映香港人 即香港这一块地方 他们的人口的老化 是 定义呢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定义 可不可以多说些 数学上的定义 人口老化 什么人口老化呢 其实就是说 那一个人口年龄的中位数 不停地上升 就是人口老化 那为什么说 其实出生率下跌 就基本上等于他的定义呢 就是因为你出生率下跌 就是越来越少 那些年轻的人 是 你去拉低那些平均 那个中位数 是 所以其实就是 基本上是 没得分的 你的出生率下跌 你 你无无疑问地址 你就几乎一定是 意味着 人口老化的了 除非这么好东西 你这个时候 你出生率下跌 跟着你那个 就是你那个 就是你那个 人那个 life expectancy 即那个预期寿命 就突然间下降了 但是这个就是 很难发生的 是 是 是 移民人口 那里 是 如果很多年轻人冲进来 那个中位数 都会升到 是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就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一些 就是你这些题外话 就是 就是说到 双非 的儿童那里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 如果真的 不接双非儿童呢 香港那个 人口增长 就是香港基本上 是不够老子的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那个 人口出现负增长 甚至其实 不是负增长 你不增长 基本上 已经是经济灾难 是的 所以 这个也是 人口老化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 以及 现在我们看到 将来 香港 原来每一千个 労働人口 就要公养 几乎400个 的老人家 这个是极度 之感 夸张的供养 比率 这个 亦都毫无疑问地 会成为将来 香港社会 一个 的 负担 很重的负担 当然香港 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更严重的 就是 就是祖国 是的 当然 国内更加严重 这个情况 其实 比如说要评论 应否同意立法 青年人要公养父母 那些学生 又可以 如何去 举出不同的论点 来支持自己呢 这里我真的要看一看那份卷 他怎样 讲 内容是怎样 因为 应否立法 去 规定年轻人 要公养父母呢 其实里面 我想身为一个学生 他是要去清楚 立法公养父母 其实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在政策上 他的目的 是怎样 而我们 其实就是去分析 他里面的一些论点 或者论据 所以 我觉得 始终都是要看一下 那份卷 他是怎样 讲 才能够去 评论到 嗯嗯嗯嗯 但如果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暂时 我们可以 说到的话 就是 我们可以去 去思考一下 就是 其实 香港真的会面对 一个 人口老化的 一个 的 情况呢 嗯 如果 政府是立法 规定 青年人 要去 公养父母的 其实 第一 他的可行性 第二 就是 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到 就是 人口老化 带来的资源 分配的问题呢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 這個是一個 很值得的 大家是 知一下 的地方 嗯嗯嗯嗯嗯 其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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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就是 大部分的先進社會 其實都面對著這個問題 除了美国之外 因为美国有一个很稳定的移民进行 美国的移民人口是长期有正胜质 有很多人移民进入美国 美国人本身的家庭观也比较重一点 所以美国的人口是有正胜账 我有个问题想问 其实美国这个做法 他预计或是有制定的政策去移民进行移民人口 其实这个是否可以反映到 美国本身是有一个人口的政策 而美国现在相对于香港是比较稳定 或者可能面对人口老化这个问题 没有香港那么严重 或者可能未必有这个问题发生 其实是否反映出 制定一个人口的政策 对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重要性呢 当然 其实因为现在的人口政策 其实香港 我可以够胆说 其实所谓的人口政策 可以叫做没有人口政策 没有人口政策可以的 因为现在你看到统计署有时出的报告 你是看到问题在哪里的 但你看完问题在哪里之后 其实有没有follow up跟进呢 然后每一个政府部门 其实自己是他们各自 自己在政策范畴上下功夫而已 但如果你说在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整个人口政策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去看的 那美国其实就 其实他们有一件事是挺有信心的 就是他们in take 这么多人 他们in take 这么多人进来 所以美国叫文化大用路啦 对不对 其实他们in take 这么多人进来 就是他们最主要对自己 美国那套文化有信心 嗯嗯嗯 就是你进来我就有办法 令你接受了整套美国的文化 嗯嗯 反而呢其他 譬如我们国家 有亚洲国家呢 就算我们自己香港也好 香港我就算in take 了 譬如一些新移民来 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有一个信心呢 去令到他们变成香港人 就是这个是一个 就是香港那套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其中一个 我们心理上最大的问题 也都其实某程度上 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 就是所谓人夫的问题 其实当中也都涉及大点歧视成份 但是美国就 美国一说种族歧视这四个字 已经是一件很大件事的事来的 一骂到这个问题 基本上呢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帮你的 是 这个是真的 就是在美国说种族歧视呢 是很严重的 公开讲种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通常我们会说 是一个金币两面 是 其实当刚才你从一个文化的角度去 角度去分析 就是美国制定这个人口政策 它背后其实有它自己的文化 有个信心这一件事 是 我想在全球化这个范畴 或者是学生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 美国它对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感 其实没错 可能在移民政策上面 其实是可以制定到一些有效的政策 但是会不会就是说 一个文化 我们两面看的时候 在今天其实看到美国输出很多的文化电影 是 或者美国对于其他的文化 它的消亡 是 如果有些人会用霸权来看 是 就是 一个文化 其实美国它对于自己 一方面它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其实它对其他的文化 其实它这种的优越感 其实往往就可能就是 和其他文化去形成冲突 是 甚至乎可能是令到人家的文化 去消亡的一个的迹象 这个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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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说 人口政策来说 就是它这种的态度 其实是对于 就是它的人口政策 而至它的经济增长 就是它的基础动力 是非常之有利的 比如说 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我刚才看了美国 其实就是想举另一个先进国家的例子 那个例子就是日本 日本是一个 就是世界上其中一个 最难移民过去的地方 因为是非常之极端的保守 是 也都反映了 其实当然 就是说回那个 集体的无意识里头 日本人其实对自己的文化 其实的自信不是很足够的 因为他很害怕别人来到 就会破坏了他那套文化 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 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很有自信 但是说回经济的问题 其实日本这段 就是日本人口奴化肯定 早就不是新闻 是的 但是但是就是这样 日本它一直 如果是奴漠接受外来移民 那他自己本土又漠漠 那些人又不是很生育 那些人又不是很生育 那经济越差 那些人就越不生育 那经济就越来越差 那经济就会越来越差 那要说回 那这里要说回少少少 经济的事情 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们做经济生产呢 我们做经济生产呢 就一定有资源 是的 那我们一个人类社会里面 最值得的资源是什么呢 人 就是人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人 没有新人加入去做经济动力的话 基本上我说 你有多一百几十亿的机器 或者有几百淡黄金 你没有人做事呢 是变不了钱的 当然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就是科技发展 但是科技发展是慢的 人口的增长 你才是最能够去 即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个最根基的 是的当然 那当然 就是人口 你 就是经常都说 人口过程 就是经常都激 也都带来很多其他问题 是的当然 也都反映香港 真的没什么人口政策 是 那譬如说 就是说到 大家都复先到的了 香港会将会人口老化 那又 但是政府没什么做过下去 最能够的就是 找曾荫团出来 和大家说 鼓励大家生三个 但是发觉原来 那些配套是没有配套过的 是的 为什么现在你双非人妇 下来香港又搞这么多 其实你说 你现在香港的婴儿出生楼 都还未及得上 战后婴儿潮 是的 你的配套那里搞坏了 是的 因为原来那时候 有很多流产所 可以在马屋诊所生育 现在马屋诊所哪里 可以生育 原来那时候 可以生育很多不同的资源 你如今就是 你那些资源 你全部都closed down 或者转移了其他用途之后 你是没有办法 cook with一个人口增长 而事实上 我们回想起来 原来我们的人口增长 基本上已经是负增长 是的 原来我们的资源 原来是连负增长都不能够应付的话 那真正的问题 可能上真的不是在双非那里 是的 是我们根本就是没有一个配套 那什么叫配套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做到哪一个程度 才叫做制定了一个人口政策呢 其实真的要去说 就是他课施到他人口增长 就是增长up and down 譬如说他学生少的时候 他就要很急的 可能要close up很多学校 杀校 但其实我们知道人口就 即是如果你想得到 你将来会有内力的移民 或者本土的人口会重新增长 其实你就不会那么轻易去杀校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杀校 因为学生少了 但是你将去学校的时候 你临家临家临家要开 其实很麻烦 而且你的资源已经转了 是第二个用途 你又要转回来 又是没那么容易的 是的 其实譬如说这一件事 譬如说说 譬如说 譬如说在上海 潜床前也发生过 这一件事 那时候上海 我忘记了是多少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 上海也是经历过一个人口的平原期 没有够小孩 但是那时候其实上海市政府 没有close down学校 因为知道了 其实没有去 因为将会 每个BB的人口的数量 是会上升的 所以其实在没有的时候 没有close down学校 到了人口真的增长回来的时候 其实那些学校 其实全部是ready去serve serve那些生理的学生 不如说另一题 说了很久 这些学生分析在2008年和2010年之间 受烟草管制政策影响的世界人口变化 及指出两项 教有效解决吸烟对公共卫生的风险方法 这样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知情人士可以说一下 2008年至2010年之间 受烟草管制政策影响了世界人口变化 其实他是不是想说 全世界多了很多国家 去采取了这个措施去管制烟草呢 要看回那份卷 因为他现在在说全球 不是在说香港 这个我也没有资讯 日后有份卷 可以再说一下 那有点正老一点的 那有什么有效解决吸烟对公共卫生的风险方法呢 说两项出来 对 对 那这个来说 都很多 现在都很多的做法 就是 公共场所压烟 对 公共场所压烟 做法都真的很威夺 其实如果本身烟草这件事 如果是这件事在战后出现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是毒品了 烟草在战后出现 如果在战后出现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烟草 或者有自行风险等等 全部是电后出来的report 就是二战之后 因为烟草是战前烟后的东西 烟草敌丝有狗 敌丝有狗 即是 现在吸烟的烟草 那种做法来说 基本上是战前已经有了很久的东西 但是全部 现在所有我们发现有害的 有害的report等等 都是战后出现的 但是因为那个利益 实在已经根深底固 基本上世界上 每一个政府有勇气 可以说完全禁烟 差不多先进国家 我这么说 极度难做到 极度难做到 因为利益实在太大了 其实如果相对地 比如说一些 一些我们之后出现 可能战后出现的毒品 比如戴马 或者冰毒等等 全部因为战后出现 大家一早已经有科学的基础 已经说他这些是毒品 对身体有害 所以变成我们一直做感毒 那么多年在全球都是这样做 但是烟草是另一样东西 是另一样东西 变成现在 今天来说 我们经常说控烟 禁烟 为什么控来控去禁 禁烟 禁烟 原来烟草的历史悠久 基本上是他最頑强的抵抗 因为鸦片起码都是早期的时候 早期已经知道他有药用价值 但是长期急食对人体有害 已经是战前已经知道的东西 医学那时候已经是证明了这个东西 变成来说 现在我们去到现在做个家族望洋保路的东西 虽然可以说是未为晚也 但是已经迟了 嗯嗯嗯嗯 是 那这题可能真的要日后拿回份卷来看看才知道 是 如果那位听众你有办法拿回份卷 记得跟我联络 是 OK 再说下一题 好第三题 就是分析香港人对本地政治组织的看法和其原因 评论呢 香港有不同政治组织是否能够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 这个就是坊间报道得比较多的一题 是的 也都可能全卷 据考生所说可能最困难的一题 据考生所说 因为他又据了一些调查 是 就是说原来香港市民呢 就 心目中呢 原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呢 是能够代表自己的 嗯 就是 general的这么说 是 对香港的政党 是 那个的看法呢 都是比较 就是 那个的看法都是比较负面一点点的 负面一点点的 这样就要解释 这些学生就要就着这个调查结果来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香港人会 整一下整一下会不喜欢政党呢 是 就是 不单只是可能是建制派 可能是连民主派的 政治组织 都可能是 原来是 那个印象都很差的 是 这样 嗯 甚至觉得根本上没有政党能够代表自己 是 这个真是很大件事 这个真是 嗯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给你民主选举 你都不知道哪个好 是不是 是啊 现在是的 基本上 如果你说现在的大型选举 有electable的人 根本就不多 这个字很紧要 是 这是一个很紧要的政治学的概念 electable 是否可选 是否可选 可选性 是的 就是那个候选人是否可选 喂 邦啊 其实在一场选举里头 你觉得一个候选人 如何为之可选呢 如何为之选得下手呢 其实一个 其实香港做公职一件事很奇怪 因为以前英国人做下 很多所谓的咨询机构那些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挂名式的做法 很多委员会 很多委员会 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政府里面 很多什么什么委员会 是的 但是呢 到了那些人有志从政的朋友 他可能有机会 他可能不知道 憑着什么关系 进了委员会 跟着他 跟着呢 其实呢 跟着呢 到最后呢 他说没有了出来之后 你会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做过什么 他有什么政绩 嗯 想起来 其实我们是候任特首 也有点像这个 这样的情况 是啊 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个可选性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你忽然淡出来 叫人选我 原来我是不认识你的 跟着我又说了 有假地区工作 很多所谓的政党 对不对 其实香港的政党 大家都知道是社团注册的 都不能叫它政党 对啊 就是说香港人没有政党法 用严谨的定义来说 严谨的政治学定义来说 其实香港人没有政党的 但问题就是呢 你当你搞地区工作 嗯 那你跟着 一级一级跳上越来越高的议会 那去到议会上面 或者去到议会上面 跟着你跟着又会问 那些人又会问 你又做过什么 一个制度窒息了那些人 因为你现在提私人法案 你都知道是怎样的 是吧 大家都明白的 这个是真的 是的 那去到真的 再高一层次 就是选特首了 嗯 又被人又问回同一个问题了 你做过什么 你在议会又做过什么 嗯 其实现在你今天选特首 也是 你问这两个人也是一样的 哈哈 当然 是啊 就算你问同一年同一年 那你做政务司司章的时候 做过什么呢 那你做立法会议会的时候 做过什么呢 相对地 你都会问回同一个问题 那你做行政会议的时候 我只听过你说八万 然后你做过那些问题 是的 除此之外没有的 是的 其实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变成来说 就个个觉得好像 大家没有做过一样 就是基本上原来 就是政党的民望这么低 普遍民望这么低 原来都是从一个了龙式的政治 是扯上莫大关系 当然了 但是就 但是就 当然 政党也都说真的 自己都要争气了 这个的确是 这个的确是 因为其实 其实在这个调查里头 其实你很多 基本上长期有地区工作 底的政党得分都不是很高 是的 比如说民协 民主党这些 比如说民建联 其实做地区工作的历史 即基础不是弱雞的 我又说些 说些不是香港的事 可惜的事情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台湾国民民进两党 你可以看到 这些人 这些政党 这些成熟的政党 它是不需要 要跟你说做什么地区工作 嗯 地区工作是另一些人做的 即是那些人是送给你的党 是的 地区工作是NGO做的 OK 即是去派米 那些 嗯 有些人说蛇齿餅种 那些呢 那些是NGO做的 OK 就不是政党搞的 香港的政党想去做这些事情 我都不太明白 到今天我都不太明白 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除了蛇齿餅种之外 你也没有什么好做 即是很简单的 我们认识一些朋友 即是认识一些朋友 在台湾住的 他们说去民进党 去民进党 或者国民党党部 即是可能他们是那些人 那些人 他们说去到坐下 其实大家是 当然是说地区 就是如何和装脚配合等等 去选举 但他们真的去到 没有什么蛇齿餅种都没有 即是去到一杯清茶 聊一粥清粥 吃一粥的 即是这样 嗯 就不像香港 香港就很奇怪 那些政党 每个人看了有没有做事 就是看了 他搞所谓的地区工作 做了多少 这个是和 我想香港人一些的mindset 都很配合的 当然了 就是你要想到你的客 那当然要令到你的客 觉得有好处才行的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格局就是要是在 投票给你的人 他没有什么 其他政治的要求 是的 那他的要求就是 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即是在这种 这样的 关系之下 就形成蛇齿餅种 对了 但是你说的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台湾 其实他们 就叫做 社会的成熟度 是发展到去 就是 我那个demand supply 那个供求定律 就不是限于 我的民生问题 而是整个理念 和政治 或者在公共的社会里面 我没有什么要求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就是 当地的人 他对于社会的要求 是的 所以就并 可以反映到 其实香港 为什么我们说 政治的社会 是不成熟呢 就是他们的要求 就是走在我的 我的 我的要求 就是说 我的生活怎么样好 我的 就是 有没有阻止我去 我去找食 就more than 一个 我想香港的社会 是 而这个社会 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 背后就是 我支持哪一个的理念 是 我对香港的认识有多深 嗯 香港的角色 和中国大陆 或者他对世界的角色 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的看法 是 但是香港 有人说政治冷感 那就是反映 他有多了解 香港的政治的形势 的情况 那阿邦里也有 一些朋友 就是住台湾的 那他们都 本身对台湾的社会 或者政治的形态 都有他们的看法 是的 比如好像我小时候 以前有些台湾的朋友 一样 他们对于国民党 可能我知道 10年前左右 是 他们对国民党 对共产党 可能是 我10年前左右 20岁左右 是 那其实就是 20岁出头的一些年轻人 台湾 他们本身都是对香港 台湾自己本土 和中国大陆 共产党 都是有一套理念 是啊 如果我把同样的问题 就是 你怎样看自己的社会 如果我问香港 那当然第一句 会回答你就是 不知道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我是蓝色的 我是绿色的 但是他背后 他们其实是 支持着一个理念 不是一个 关系 什么关系 就是说 蛇齿餅了我就支持你 所以其实 可以反映到 当地人 他们的成熟 程度 所以由此而 为什么我觉得 今次这份卷 去问一条 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关于香港的政治的问题 其实 为什么会难回答呢 就我所知 他对香港的学生 难回答的地方 就是因为 他其实这一条 是要求学生 是要说出 香港现在的政治的形势 但是这个的形势 坦白说 其实不是那么多 那些学生可以说出 这个很深的 这个真的很深 当然 有些人一定会说 你怎么要求 一个十多岁的学生 香港的学生 可以说到 香港的政治形势 是 但是 如果这条问题 或者变了样 在美国的学生 出现 台湾那里出现 我相信 其实 我不是要求 学生要回答 但是 可以看到的 就是 不同地方的学生 他回答的层次 都是会不同的 对于学生 读通识的学生 来说 这份卷就是一个例子 去展示给你看 你是去形式 香港的政治形態 是的 形态是如何 如果你能够可以 概括 来说得出 那你其实 你会拿到 挺高分 因为人家答不到 是的 当然了 这题的下半部分 刺激了 要评论香港有不同政治组织 是否能够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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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到一个 考评局对于这一题的 一个remark 都挺有趣的 他说什么呢 考评局就说 讨论政治组织能否提升政府管治效能时 则正反皆可 如指出政治组织有助收集及反映民意 或持相反意见提升政治组织有不同目标考虑 可能影响施政效率 这也是完全是一个很香港的 很针对着香港形势的一个问题 因为 刚才说完 因为昨天香港的政党 毫无执政希望的时候 香港的政党真的只能够做这些事情 是的 毫无执政希望 毫无执政希望的政党 他就在最后 他就 我也不知道 说有没有如何齐精政府的管治效能 可能在高官眼中当然没有 但这题呢 说真的 反而之前那题 我觉得还可以 十多岁的学生 都有机会可以够办理 想上说 但这一题呢 很威慌 应该够办理 因为他需要处理那几个法律 是的 例如他要講出香港現在的政治狀況 第二就是要將香港政治情況拉到政府施政效能 其實一個學生能否思考到這麼深 其實這是一個背景的知識上要視乎 究竟政黨在香港 在香港的政治裏面究竟有甚麼角色都未必能夠說出來 再講你要去到更進一步層次 你要講政府施政的問題 因為政府施政 說真的 這條水準是我們以前讀過公共政策的時候答的問題 你的公共政策是在讀Master的時候 不是Master 我以前在利大讀的時候就是問這些類型的問題 當然他不是問政黨的 他是問其他東西 譬如議會 這些是那些水準的問題 這條問題真的很深 不是說三二兩句可以答得好 嗯 那可惜他是必答題來的 對 他是必答題 可惜 必答題也有必答題好的 因為大家齊齊死的 對 說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那些題目 卷二就完了 卷二就三選一 就是三題 靠東西 隨便選一題 有三題 第一題我個人覺得挺有趣的一題 評論一下這個 起新機場的第三條跑道的時候 是 應該考慮社會的整體利益 還是個人利益先呢 那你如何定義整社會利益過來的 其實這個重要的就是你要 我相信學生一定是第一件事 一定要指出究竟起這個機場的跑道 有哪些持份者在對面 是的 林Sir有什麼remark 其實答這條根本就是要從 如果正統來想 就是比較穩陣的就是從一個持份者的角度 其實我很相信學生會自己去決定 哪些是社會作為社會裏面的持份者 哪些是個人的持份者 那我也相信其實他這條題目的方法 都是希望學生去自己去分出 社會裏面有哪些持份者 個人來說有些什麼持份者呢 譬如個人來說可以是做一個機場的跑道的用家 可能是外出公幹的人等等 可能是社會的可以分為政府是怎樣 機管局是怎樣 東涌的居民是怎樣 或者香港的整體上 香港的整體上的經濟 就是在裡面是關事的人 他們又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條的答法 就一定要從不同的party來想 才能回答 其實我又不太明白 這樣說其實就是你 尤其是什麼叫做社會利益 還是什麼叫做個人利益 其實那個界線極度這麼模糊 如果下次我跟大家說說 東涌的那些居民 或者住附近的居民 那些叫做個人利益 整個社會用那條跑道 那些叫做社會利益 那可能對題目的觀感完全不同了 所以十個學生答 可能真的有十個不同的觀點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所說我們想像到的社會利益 社會利益 是有困難的 是有衝突的 是有困難的 這個才是最棘手的情況 因為很簡單 如果我們 大家其實都很明白 起石頭跑道一定有經濟利益 這個很清晰的 這個很清晰 但是如果對於生態 生態這件事 你可以當作社會利益 還是個人利益 所以他這條問題 我覺得他特意比較 track別人的地方 就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 他都是想學生 怎樣去表達當中的衝突位 譬如說社會利益來說 正正就是從環保的角度 但是問題是 我個人 我真的要去做這件事 去用這條跑道 如果不是我怎樣去到外國開會呢 可能是這樣 所以學生回答的時候 如果能夠舉出當中 就是個人和社會上的利益 那個衝突的時候 而他又能夠有理由地去 可能二摘其一 可能拿出第三個方案 這些就是拿分的位置 是 我們又說一下 考評局 在這題上有些什麼 remarks 我看完後 我覺得真的極之有趣 跟我們剛剛說的話 不是說無關 但是原來考評局 如果這樣看考評局 原來想學生說的話 是另一回事 其實他看來是想學生展示 一些去衡量社會公義的一些 的criteria 為什麼呢 考生可提出 基本運輸設施 對整個社會有益 應凌駕個人利益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社會公利主義的一個argument 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那個生態的價值 應該凌駕於 可能少數人使用的機場考度 你又是一個對社會公利主義的 mantality 就是他那個心態 或者那個基本的思想 是一個很佳的詮釋 如果想回到重點怎麼說呢 就是自由主義的解釋 或者認為香港事過多元化的社會 應先保障少數人權利等等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用自由主義去回答公利主義 到最後我們就開到公利主義 回答自由主義 變回 跟我們剛剛所說的東西 又有點出入 所以如果譬如說 都是我們因為暫時未看到份卷 譬如說我們看到份卷 譬如說我們看到份卷 他裡面就是 他展示的資料 其實他是在展示機場起不起的 哪個傾向的看法呢 所以其實是要這樣去分析 所以他可能就是 那份資料就是 展示了個人的一些論據 就是為什麼我應該要用 另外就是一個政策制 但是如果機場跑道起了 那對於香港的人的多數人的利益會怎樣 又或者是可能 機場那個跑道去起的帶來 會不會有其他方面的好處還是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都是要看一下他本身的資料 是怎樣鋪排那些論據呢 就會比較容易去找到重點在哪裏 如果譬如說我們現在這樣說 我們可能把重點放在香港人的整體經濟利益 可能就是公不公義的問題 可能就是環保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是 如果能夠看到就會比較好一點 肯定突然間又零光一閃 看到原來這個問題的本身 是有點訊息在裡頭的 因爲它問度怎樣呢 它尬問ay應該 考慮整體社會利益 應該先考慮社會利益 還是還考慮個人利益先 即是他們問應該或不應該 結果我們剛剛作重點在 啥社會利益 或什麼國人利益 我們就沒現在說到應否 如果真的問應否的話 我們就應該去找那些什麼功利主義來砌自由主義 找自由主義出來砌功利主義 所以我才會預測為什麼這次的份卷這麼重要 其實從題目可以看到你怎樣答題這件事 這個這樣的結構其實正正就是帶出了我們這個節目才可以繼續做下去 第二就是我們的補習班才可以繼續收學生 第三就是坊間補習天王才繼續有飯開 所以為什麼我會 其實我們本身對香港的教制度都很有批判性 而這次這份卷也是帶出了之後 我相信會令到更多學生都會從一個補習的方向 希望可以在分析題目分析資料的角度去考好通識 反而可能比較少就是去提升自己的思考觀察表達 而來讀好這個科 所以坦白說其實我們都會多一些從一個批判的角度去看 然後再看回現在這個新高中的學制 其實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其實會不會就是重蹈覆轍 坊間的計證書 我記得我三四年前已經會說 通識科是會有計證書的 因為那時候教育局都希望不要出那麼多計證書 不要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他會覺得由此而會帶起很多計證書 marking scheme 很多的練習卷去坊間出現 但是我們香港人的mindset 短時間內改不了 無論你怎樣令到這一科 是怎樣有自由去答也好 坊間總會有很多計證書給你讀 補習社會繼續有很多針對考試技巧 來報很多課程 學生都會在這方面 去尋求一個更好的成績 其實根本連教育的mindset都沒有不同 再講下一題 好 講下一題 另一題的選擇題 三個選擇 這題又過癮了 要學生解釋全球化如何影響內地中國文化 並評論全球化會否導致西方文化取代其他文化 我記得我曾經不是上這個節目 是不是上這個節目呢 忘記了 終於我跟吳指引說過 就是我打開一本 現在在坊間馬拉島 高中通識科有關全球化的書 講到全球化評論 我那時已經指出了一件事 那邊有沒有全球化 不是在討論有沒有全球化 他不是在討論有沒有全球化 如果有沒有全球化 這個是一個比較高層次的問題 CSE不會有的 不會問這條問題 但是他的文化就是 在最後只問一件事 究竟在全球化之下是多元化了還是單元化了 他問來問去都問這件事 問來問去都問這件事 這個問題也是 直至描述了我的預測 他問甚麼你都問了 究竟文化是多元化了還是單元化了 他問來問都問這件事 這個問題也挺難回答 因為首先我們拿不到這份卷來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專程講內秘文化 或者中國文化的某一個面向 因為其實中國文化要講多久才講得完 講極都講不完 講極都講不完 講極講不完的 這輩子都講不完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不斷在變 看回卡門那個說明 他就說 考生我提了中國文化正透過互聯網 經銘甚麼甚麼個人文化 可惜全球化影響 基本上他就不是直接指中國文化的某個部分 是指中國文化的整體 這個實在是十分難回答 十分難回答 真的很難回答 但如果看完口評那個說明 原來又是回答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講全球化那一集 講過他那些東西 互聯網 個人經貿 上網 資訊流通 世界地球是平德 所以我全球化就這樣領興內地文化 又是講這些東西 ok 這樣 跟著咖啡那一集 我個人也不想再有任何評論 因為講得很悶 評論全球化會否導致西方文化取代其他文化 這樣 又是問這個問題 還是問這個問題 還是問這個問題 應該這樣說 我試試配合我的經驗來分析這一題 對於今天的學生來看 六個單元裡面 其實全球化對他們來說是最難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會覺得 要讀的東西好像很闊 要讀的東西好像真的 他們很少能接觸到 譬如說 我跟他們說 你們要留意一下國際新聞 但問題就是 他們連看國際新聞的時候 他們明不明白那單新聞呢 都是一個問題 譬如我們那時候都講了很久 就是利比亞的情況 他再早期一點點 就由埃及那裏發起那個莫里花革命 他們有幾多個學生 德利西亞 其實都不是埃及 德利西亞 德利西亞 對 由德利西亞 Ben Ali 總之就是那一帶 由北非那裏去辣著那段的時間 其實學生都不清楚 從頭到尾發生的問題 而其次就是再早期一點點 或者這十年比較輕一點的 就是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 對於他們來說 更加抽象 更加距離遠 所以對他們來說 傳統化關於他們什麼事 以及應該怎樣去讀 好像無從入手 再加上其實 這個話題可以很闊 坦白說我在中大讀 這科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master的 course 裏面也是講了什麼麥當勞化 麥當勞化 麥當勞化 對 有很多迪士尼 有迪士尼 聖海工廠 其實本身是包括了很多東西的 我有個學生去學校 簡直是沒有時間教這一部 沒有時間教這個單元 不要緊 他就不要教這題 對 如果這條出現了卷一那怎麼辦 那幫不到 所以其實 當然你們也可以說 我們補習的存在 就是可以支援到學校 對的東西 但我想對於學生來說 究竟傳國化來說 我們對他的要求是否合理 要讀五個單元再加上傳國化的時候 他們根本能夠處理得到 所以為什麼這一條會問得這麼大路 就是因為 暫時似乎就是學生的極限 他們只是能夠答得到 究竟傳國化之下 他們能夠分析得到的 就是究竟是 傳國化的價值觀 是戰勝了 還是本土的文化 所以其實是 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 其實這條問題 你說難又可以 你說不難又可以 因為其實 學生本身 只需要掌握到很基本的 就是相對的 基本的資料已經可以 比如剛才你們一邊說一邊笑的時候 又是互聯網 又是交通 信息流的運作 對於學生來說 這些大路的資料 其實他們背 都可能背到 但問題就是去理解 都要花時間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些問題暫時 對他們來說 夠的了 對他們來說 如果再讀商業上的傳球化 再講經濟上的傳球化 就不行了 現在其實都是 那個框架 其實你不斷地問這個問題 是文化上的全球化問題 其實是問這個 是的 所以就 我教我的初中學生的時候 他們想全球化 我只是教他們一件事 你只想一下 你為何會認識那些韓國明星 你就明白了 是的 你為何會認識 為何你越認識 越多明星 越來越國籍 為何你認識了明星 是的 甚麼國籍都有 為何你這麼喜歡 看日本漫畫呢 是的 為何要看日本漫畫 才會封給全世界呢 現在星期日 毛記在做那些 早上做那些 國產卡通片 有的 他的風格 喜羊羊那些 不是喜羊羊 有些是講足棋 前排 即是講足足棋 但是他又將那個 象棋 變為一個現實的戰爭 但是呢 都蠻好看 因為他也有少許中國文化 但是呢 他又 其實 無論是畫畫的風格 故事的結構 其實你可以說 是很抄襲日本的動畫 是的 本身 我經常覺得 日本的動漫 基本上就是動漫的定義 是啊 就是動漫的定義 他事實上是壟斷了 當然了 絕對有他的理由 不過我們時間就很多 我們講完第三題 好 第三題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 三題選擇題裡面最容易 最容易的題 是 但是最有趣的 原來最多學生選的 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一題 是 可能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全球化那一題 對 就是現在報紙這樣報導 是 反而原來以下講這題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最容易答的 就是沒有什麼人選的 好 分析 內地孕婦可能濫用基因檢測的原因 以及濫用基因檢測所導致的社會和道德問題 是 那基因檢測就是全部都是去檢測那個小孩 他有沒有什麼先前實病 最重要的是他就是性別 是女生 那一眼 其實看起來我們 即時come to mind 只有兩個concept 基本上這兩個concept已經解釋了全部問題 是 阿John你知不知道 有什麼原因 基本上呢 通過傳統文化 就中男輕女 是啊 原本中男輕女也不是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 因為只要生一個 如果生兩個問題 一隻一女 農村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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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城市一個 因為要看戶籍的 全部都是 是strictly這樣執行的 是的 那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後話 但是我們講最 基本最大路的 那兩個concept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原來很多學生 基本上完全 不是很了解 究竟現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 或者這樣 我試一下從學生的角度去看 這條本身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少人回答呢 我會預計 他們會不會就是 將那個想法 就想向一些技術性的部分 例如 例如 他們那個生仔本身的技術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想到這一個 這一個文 這一個方面 所以其實他們會以為是牽涉到很多的就是 那個 就是 生仔還是生女的那個技術 是 但是如果反而是 剛才傳球化那一條呢 它本身是一條很open的 question 就是說 傳球化是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傳球化的價值觀去侵蝕了一些本土的文化 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 這個對於學生來講呢 自由度好像大一點 還有呢 可吹的成分好像高一點 但是這裡呢 又牽涉到中國本身的背景的情況 又牽涉到中國政策那幾個方面 正如我相信 正如你所講 學生對於中國一些的實際層面 又或者一些政策層面 本身是否 不是很了解呢 嗯 即是說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呢 似乎香港的學生 好像是比較難去控制 實際操作 是的 雖然照計 其實我到現在也是 我也覺得 因為你一看這條題目 已經是馬上想到就是 兩個concept 是的 解決了全部問題 不過這樣 又要反過來講 一孩政策這件事呢 或者我們 重男輕女的concept 香港本身是一個先進社會 重男輕女是 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 價值觀來的 但香港這個價值觀呢 大家就好像是放低了少少的 因為香港是西法社會 大家明白 他們可能學生看到的東西 就是 那些父母親愛自己的女兒 和親愛自己的兒子 有什麼分別呢 香港來講 但是 他們不會這麼明顯覺得 有這件事的 我聽 可能聽到有人說的 是不是 但另一個問題 一孩政策 可能連一孩政策 是怎樣都不知道 嗯 是的 我們可以很直接 想到這兩個concept去回答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講 他們 因為他們眼前看到的東西 和可能他這一樣 和我們眼前看到的東西 和現實 和中國裏面的現實情況 有些不吻合 嗯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 就是說一孩政策 他們究竟知不知道 內涵是怎樣呢 這個令他們可能 會怕了回答這題目 都是的 始終是可能 說真的原來 一看到的東西都不是這樣 我想起我們上一集 說過的東西 人心未回歸 是的 學生不知道 中國發生什麼事 是的 看到的東西不是這樣 嗯 所以其實都是反映到 其實今天的學生 在這一科的上面 都似乎 未必 完全 做到的要求 就是多角度思考 是 譬如說你了解中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一個學生能夠懂得 從一個國內人的角度去看 是 這條問題的 其實他是會寫到這一條的要求 這條的要求就是說 其實你是 說得到那個 中國的政策 怎樣去製造 就是那個家庭發展的矛盾 是 因而在香港這一帶的地方 其實就是作為一個 就是 對於這個矛盾 一個疏導的地方 是 如果 想到去這裡呢 第一個學生已經很厲害了 是 是 第二就是 他已經能夠做到多角度 不同層次的思考 是 就是這樣 可能這地方就是 決定哪些人拿五星星 哪些人拿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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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地方 對的 沒錯 所以 我想交個球給你 看最後 你可以 總結了 不是 還有半部分 可以說 下半部分 就是要解釋 就是 濫用這些基因檢測 會導致什麼社會和道德問題 嗯 那你即時想到的就是 你 你 墮胎 墮胎 你會 還有一個 三層次的 就是 你說的 你重男輕女本身 其實是一個 對 對 對人 對某個性別的價值 一族的滅視 對 對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對整體社會 將來的發展 都不是有好處 如果你是男太多 或者女太多 大家都知道 後果會是怎樣的 今天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男性的比例是比較高 是高於女性 雖然不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是沙利亞 我記得是 沙利亞 男女失行的很嚴重的地方 總體來說 全世界現在都是男人 會多於女人少少 是的 是的 有趣的是 大部分移民社會 都是女性比較多 是的 很有趣的 這件事 很難相信 因為現在全球的產業 基本上是以服務營為主 你可以在一個服務營的經濟裏面 使得到的 其實女性是會比較 著數一點的 是的 先進社會 雖然你美國也好 近一點的 深圳也是 深圳女人是多於大人很多的 是的 那就是這些題外話 也不是題外話 我想是對於學生來說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訊息 去提醒他們 如果未考新高中通識 可能未來一、兩年要考的時候 這些部分他們是要涉獵 他們也要明白 究竟一個地方、國家或者城市 男多也會怎樣 女多也會怎樣 就是他們要知道 因為那些問題已經包含了 你是要對這些知識 但是現在看了 看完這麼多的題目 都看了一件事 其實這個學生 我發覺 我有時候聊天都會這樣說 其實多些外出聽別人說話 多些外出聽別人說話 是的 我發覺現在回答那些題目的 logic 其實你可以將 你在街上聽到 得罪點說話 三姑六婆的意見 你可以寫下去 說真的 真的 是的 還有呢 如果你是想高分的話 我發覺一件事 看事情看遠一點 看遠一點 為什麼呢 解釋一下 你現在看到很多事情 很多問題 你看到 它是在說一些未來的事情 一些估算的事情 第一題就知道 是的 其實只是你把這個世界 你覺得這件事 當然是現在發生的 但你可以用思考想到 如果這件事發生下去會是怎樣的話 那其實呢 我相信可能拿五星的影集 是這樣來的 嗯嗯嗯嗯 對 要拿五星星 拿其他級的分別 是可能的 你想一下 五星那時候沒有五星星 是的 是五星 是的 是五星 是的 那分別可能就是這裡 就是大家去去 那個差別可能就是這裡 嗯 啊 我現在想到 我原來剛才我不是這裡 因為我喜歡叫那個 那顆做星星 哈哈 哦 一說的 一顆星 發生什麼事 快了講 星星 我都很同一方所說的 因為呢 其實通識科 這份卷它真的考了幾項 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到幾個 幾種的思維的思考 就是正反雙方 或者中立騎場派 那這些其實是 你其實已經包含了你坊間不同的人 是 那個立場的 另外就是你 課師那一件事 而課師其實呢 可以從一個 有一個路向 就是說 是從你現在現有所知道的 不同的立場本身 再發展開來 就是哪一個 成為了 majority的時候 其實那個格局會怎樣 是 通識就是要你有這種 這樣的 預知的能力 又或者是分析到 在一個 就是不同的 立場 它主導了的時候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是 所以我想通識科 其實它是一個 很考的學生的思考能力 但是思考能力本身就是 它也都要看你怎樣去分析 在現世間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在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 還有你觀察到幾多 你表達到幾多 是 所以就也都很訓練到那個學生 那支筆是怎樣寫 尤其是卷二 就是它的問題 那麼長呢 十幾分 十分這樣 那你的鋪排也是很重要 嗯 還有時間上 是怎樣的 時間上 是不是過半小時 一份卷 還是兩個小時 忘記了 我 我們都失憶 我們要 我們先看一看 下集再說給大家聽 好 好 那我們下集再說了 拜拜 拜拜